啊? 經營權 經營權之外 好 你的EPS會降低 因為你的股數越來越多 目前不講說你的經營權會有什麼影響 可是你的股數就會增加了之後 你的EPS就會減少 那EPS減少的話 對於投資人來講 或者是對股價來講就會不好 這是一個 那另外呢 如果我不發行股東股 我不管是發行特別股也好 或舉債也好 都會造成我有一些資金的壓力 因為特別股要分配股幣啊 好 那當然你如果舉債 當然就要負利息了 所以對於這樣的來源 外來的資金的話 對公司的經營都會有比較多的挑戰 所以最好是公司自己有錢 我口袋裡頭挑出來 好 所以一樣 如果董事會已經預期 我未來要在南科做很多的廠房的擴竊 但需要很多錢 所以我每一年 可能他可能沒有辦法 都自己這個完全都是自己 就不分配股給股東嘛 所以他一定會保留一部分其他的下分配 所以他還是有股幣政策 所以他有一個擴廠準備 好 等等的 或者是呢 我會來呢 因為我的這個公司 最近不是那個私校退場機制嗎? 不是小別長的很多嗎? 私立學校差不多到學生 不知道那天看新聞 私立學校呢 就剩下兩個人 就是不管 沒有學生喔 兩個人 一個校務長吧 學生的校務長 那一個話是什麼? 就兩個人 他就是不管 那當然這原因很多 就不管 姑且不管 所以他當中 剛剛的時候就講說 他的退場機是一個其中 其中一個就是要讓私立學校的土地可以賣掉 他賣掉以後呢 他其中有值得 除了董事 董事就是私下的董事呢 可以拿回他原來的投資的金額 捐贈出來的金額之外 那其實其他很大一個 我看到很多很大的一點就是什麼? 他就是發放私立學校勞取的退休金 所以退休金準備也是可以的 那是董事會決定出來 好 那當然我這個 看來那個私立學校的問題 所以說 這個都是董事會根據公司 就是未來經營的需求 然後你去做成決議 然後從他的盈語裡頭提播出來 那我們這個都叫做以分配 好 那以分配剩下來的就是未分配啦 那未分配就可以拿來分配給股東 好 所以分配股東的鼓勵是看哪裡? 看你的未分配 好 看你的未分配 所以你的未分配金額多 你可能可以發放的鼓勵就會比較多 好 那就我們要回過頭來談一下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好 到這裡沒有問題齁 就是你一般來講公司要分配鼓勵的時候 看你的未分配保留意 好 那你以分配的部分 自願 記得喔 我們說擴廠準備 或者是廠債準備 它不是真的有一筆錢拿來擴廠用的 好 這裡你一定要往下去 為什麼是這樣子說? 好 因為你要想說我們公司 我說損益的結果等到廣播而已 請問一下公司損益的結果 假設賺了一百萬一千萬 好現在一百萬一千萬都好 賺了十億 請問一下它是現金增加了十億嗎? 不代表這個嗎? 損益表 因為它是站在印記基礎之下去編的 所以它損益表的結果 不管你是賺也好賠也好 都不代表公司的現金增加 那麼多或減少那麼多 所以因為損益表是印記基礎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現金流量表 才有益表的需要 因為現金流量表主要就是要去交代 這家公司的現金 其處跟其末變動的原因 所以損益表不代表現金增減的 是現金流量表才是去分析 現金增減的原因 好 所以呢損益那個損益表的結果 轉到保留營餘不代表公司 現金增加或減少多少 因此轉到保留營餘也不代表現金的多貨貨 就是增加或減少 然後呢 因此你做的分配 這個都不是代表現金有提過那麼多錢 幫助場債準備 或是擴廠準備 不是喔 好 因此當我擴了廠或做了廠債 債都廠還完了 這些準備就是什麼 就解凍了 這個已分配尤其是自願 都是暫時凍結住盈餘的分配 它只是暫時凍結住盈餘的分配 所以當你的原因達成或解除的時候 我擴廠完了 我的廠債完完了 所以我的限制的原因不在了 我就解凍了 解凍以後呢 它就又回到未分配保留營餘 所以當他講說廠債準備擴廠準備 他可不可以拿來分配福利 可以 只是必須他解凍之後 不能在他做已分配的時候拿來分配福利 是當他的條件達成 或者是限制的原因消除了之後 他才解凍為未分配保留營餘 他再來分配給福利 所以這種自願性的叫做 暫時凍結住盈餘的分配 這樣清楚嗎? 好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搞清楚 然後呢 法律的部分呢 就是法定盈餘公姬呢 它也某個情形之上可以分配 我們都不講了 只是原則上公私法 去做這樣的一個規範的時候 它的目的是要民主可以使用的 好 那有些但書 某些這個比較特… 某些情況下 法定盈餘公司是可以分的 但是是某些情況之下 我們就不講 所以暫時讓你知道 這個自願性的 只是暫時凍結住盈餘的分配 好 那總有一天 當你條件達成或者是原因解除的時候 它就轉為未分配 那轉為未分配就可以拿來分配福利 所以這個地方 就權益的部分呢跟大家做了一些說明 所以這個…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們再前提105頁 投入資本 好 講了 然後再來呢 保留盈餘 再來是那個其他權益 那其他權益呢 我們基本上庫廠股都把它列在其他權益項目的項目 因為小朋友太多了 好 那這是資產負債表裡面 但上個禮拜講 因為時間沒有那麼長 這個部分沒有多做解釋 所以我現在把它做一個 比較完整的仔細一下 然後呢 它的報告方式 什麼照顧室啊 或者是報告室的看一下 都好的 那再來財務報表 我們說了財務報表不是 什麼東西都寫在上面 好 那這樣子我寫得太長了 好 那所以呢 基本上財務報表會有一些呢 就是有些數字 比如說我不動產廠房級設備 我就一個項目 把所有的東西都包含在裡面 但是我要知道它的不動產廠房級設備 包含哪些東西 就用付付的方式 所以財務報表裡面 它一定有一些什麼 付助說明 那這付助說明呢 當你在看報表裡面 付助說明就非常重要 因為你看到這個數字 它到底這樣子是代表什麼 你可能要看它的付助說明呢 它才能夠知道說 這個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然後這個譬如說資產 我們的資產是不是夠穩定等等的 所以這個是付助一定要去注意到的 那有這樣的付助就是什麼 站在充分揭露的前提之下去做的 那付助有哪些的內容呢 你就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最後面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有點實誠性的問題 實誠 實誠的問題 有所謂的期後事項 期後事項呢 就是說基本上呢 我們報導期間結束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我已經有提過 但出派的時候有講過 一個公司的會計期期 不一定1月1號到12月31號 你可以3月1號到隔年的2月31號 你的期期可以根據公司的特性 去設計你的 去規定 去訂定你的快進年度 從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 所以不一定是1月1號 不一定是1月1號到12月31號 你可以3月1號到12年 冬月28號 你可以7月1號到12年的6月30號 都可以 只要你這個根據你公司上面的需求 然後去做這樣的一個訂定就可以了 好 那我大概會後來談一下 那我怎麼決定我的快進年度 17日 我要訂2月1號到隔年的1月31號 還是我要訂7月1號到隔年的6月30號 還是我要訂1月1號到12月31號 我們怎麼去決定我的快進年度 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結束 怎麼去決定 怎麼去決定 好 你們誰可以想 我終於想到的還有這個 好 這個是變成那個連色的 它要做出生日 應該蠻管用的 好 我們看 怎麼去決定你的快進年度的起期日 原來就要有生日 沒有說我可以輸回去 宿舍 好 我也沒有說我可以輸回去 好了 課題上面不會有 嗯 好 有沒有誰可以講 好 裡面誰可以講 中調吧 他會不願意 如果不嘗試的 去講一下你的想法 好 來 不會啊 好 幫我傳一下 好 對啊 可以嗎 好 不能中間過手 當然 好 好 就是選擇公司在經營上面 不是那麼忙碌的時候 來決定他的連續結束運 為什麼 為什麼 比較方便 方便是什麼 我沒有聽得很清楚 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說 對 我後面聽到這樣子 好 好 因為會計年度結束的時候 會計要忙 忙什麼 忙著存貨盤底 好 因為公司要知道 他確定他的審議結果 第一個要知道他的消貨成本 雖然你是定那個永續盤存置 我隨時可以知道我的消貨成本 但是我還是要知道我期末存貨到底有多少 好 在盤點就是要知道你的期末存貨 雖然我是採取是永續盤存置 隨時可以知道我的消貨成本 但是如果我期末存貨 帳上跟實際不一樣的 我還是要把帳上調整為實際的 所以我會有盤盈盤盔盔盔盤 盤盤盔盔盔都是調整你的消貨成本 所以你要確定你的消貨成本 你才能夠知道或確定你的損益結果 你才能夠什麼 來 你的損益 你的資產就代表你的草莓是正確的 所以當你年度結束的時候是比較淡季 淡季的話有會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 既然淡季你的存貨就會少 對不對 我們要背很多貨 好 那第二個 在淡季的時候人員比較舒服 因為大家又閒得沒事 所以你就可以什麼 可以幫忙做盤盤這件事情 盤盤是一件非常重大也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已經不是會計自己去盤盤 他盤盤也不管 盤盤個半年吧 所以他一定要動用現場的人 或者是一些其他人員 所以他要先做盤點的規劃 然後要在開始盤點之前 要先把參與盤點的人 先來做一個教育訓練一下 告訴他怎麼盤點 怎麼去做週記等等的 所以這個年度結束的時候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比較突破最少的時候 第二個去你人員比較充分的 充足的時候可以去幫忙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要選擇年度這個年度結束 要選擇的是淡季的原因 好 這是條大名最了解 好 那我們剛剛為什麼要談到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們要講齊後事項 這個是跳過來了 好 我們說在我們的一百一十二頁 好 齊後報導齊天事後的接入 因為依照我們台灣來講 我們的年 我的年度結束的是十二月三十一號 好 那我的報表什麼時候出來? 喪四上 team 4 月三十二號 如果你是非喪四上會的 如果你是非喪四上會的公司 你什麼時候你會的報表出來 最旗 那你都沒有關心一下 這篇經文在講說 這個富人年會大减稅 好 為什麼減稅 我剛剛看到說 富人 不是財政困難了嗎 富人年有錢 為什麼要不要減稅呢 其實這個是標題聳動 好 我覺得是 高等下的不太好 因為我覺得會挑起所謂的那種 貧富的那種所謂的投資 因為基本上它是全面的 只是富人年會稅 適用的稅率比較高 所以它的減稅的幅度會比較大 那比如說 因為有物價上漲啊 所以每個人的免稅額 現在免稅額每個人是什麼 七萬八嘛 然後有什麼薪資特別扣除了 那如果這個理產稅的話呢 應該什麼 最低稅額的話六百萬以上 你的所得如果超過六百萬以上就要 就適用最低稅額制 就要去計算你的所得稅 那像調整了六百七 所以你所得如果超過六百七以上 就會有這個克稅 適用最低稅額制的幅度 這個是昨天的新聞出來才能顧名 因為申報所得順收 因為物價上漲 所以一些免稅額 最低扣除了 都會按照物價底的提高 好 所以我們要談的是 講到這裡 為什麼請想到這裡呢 是要告訴你說 就我們現在規定 年度結出的是十二月三十號 公開發行或者是上市上規的公司 他呢 報表最遲要什麼時候出來 四月三十號 那我現在要問你一個 他非上市上規公司呢 一般公司呢 宜哲 一般公司呢 再問一次 蛤 不知道 不知道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出發的同學 應該知道吧 好 什麼時間 什麼時候都會做 什麼時間 什麼時候要 那個報表 一定要出來 都可以 先講 都可以 當然不可以啊 我說一定要 表示說 飛出來不可啊 我說年度結束 一定要出來 報表 一定要出來 什麼時間 講了你們就知道了 你們一定知道的 只是 只是 只是你可能沒有把它聯想起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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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期間的截止日 就是五月三十一號 好 所以這一天 是 所有公司都必須申報完成 所以當然 如果你是上市規公司 就是 四月三十一號就報表出來了 所以你五月申報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你申報是上個年度的 1月1號到12月31號的 那如果我不是公開發行公司 因為四月三十一號是經管會規定的 好 那如果我不是上市上會公司的話 經管會管不到我 因為我沒有 我不是公開發行公司 所以經管會管不到我 可是 我不屬於他管轄的範圍 但是我要什麼 我是國稅水管轄的範圍 因為我是營利事業 好 其實五月三十一號 不管是營利事業還是非營利事業 或者是個人 通通在那一天之前要申報你的所得 所以五月三十一號是所有的公司報料 全部都要出來了 那一天 好 那我要談的是說 我的年度報道期間結束日是十二月三十一號 那什麼叫期後事項 十二月三十一號之後才發生或出現的 或者是才知道的事項 叫做期後事項 因為報道期間結束後才出現的 叫做期後事項 那報道期間結束後的期後事項 有些也要揭露 有些也不用揭露 而要去做報道期間那一天 結束日那一天的調整 要怎麼去判斷哪些事件的發生 所以只要是四月 就我現在講上市上會公司 四月三十號之前發現的 有這些事項發生 期後事項發生 在我海邊對外公佈財務報表之前 發現這些事情的話 那我的報表要怎麼去做 或者是調整我的報表本身 或者是在我的付出上去揭露 或者是 什麼事也不用做 好 所以我們要去解釋一下 什麼事件發生 你要在期後事項 就是你公佈你的財務報表之前 發現的這些事情 什麼情況之下要揭露 什麼情況之下要去調整 年度報道期間結束你的報表 也就是報表本身要去做調整 第三個是 當作什麼事也能發生 這三種情形 好 那最常看到的一個解釋 比如說好了 公司呢 在十二月三十一號 我要針對我的應收帳款 去提列廢禮會帳 好 那你提列的方式 不管你是什麼 消貨百分比法 或者是密收帳款預言法 或帳禮會帳禮會帳 都沒有關係 反正你就提列了你的密收帳款的背景外帳 然後呢 結果我在三月一號的時候發現 我在十二月底欠我錢的 就是我的債務人呢 有一個人呢 他倒閉 好 而且是惡性倒閉 好 據說呢 他就突然間通跑了 就不欠了 好 那像這種情況之下 你發生帳款 收不壞的金額 是大於你所提列的背景外帳 那該怎麼辦 那或者是 我三月一號的時候呢 你欠我錢的那個某個廠商 我的客戶 就是我賣東西給他的 運收帳款沒有收到 可是呢 三月一號因為發生了一場大貨 把他的公司整個燒了 包括廠房燒的金光 所以他根本就是什麼 無力償還 他像這種情況的時候 又該怎麼辦 好 所以呢 像這兩個一樣 是應修帳款收不回來 你的背景外帳的金額 壞帳收 壞帳的金額 大於你原來年度結束日所提列的背景外帳 那該怎麼辦 就這兩種情形 他會計處理都不一樣喔 第一種情形 因為你是惡意保障 所以呢 其實 如果你在12月31號之前 你有審慎的去對你的債務人 做 很近 很這個 有去做仔細的調查 你其實是可以發現有這些徵兆發生的 也就是說要倒閉呢 那惡意呢 通常是不會3月1號 就2月28號那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臨時決定的 他情命竟然他叫惡意 他已經情命做了很多的 我這樣倒 倒人家100萬也是倒 倒人家1億也是倒 我就倒多一點嘛 所以基本上會有惡意倒閉的那種人呢 通常他的 都會有整理的規劃 所以 但是你可以發現他有一些異常 123型號 你可以發現 他有一場的交密的情形發生 然後突然間 平常他對外的接環的金 那個欠債的金額不會那麼多 那怎麼12月31號那天 你發現欠的人很多 錢也欠了很多 那如果你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你可能就會發現 他有一些異常的情形發生 所以像這種情形 你要去調整12月31號的派賬費用 這樣聽懂嗎 就說 其後3月1號才出現 才知道這麼一件事情 可是它是惡意倒閉 導致你的債權收不回來 那這種 因為12月31號之前 你應該可以什麼 仔細地觀察到 所以他就認為這種 這種情形 不是12月31號才發生的 所以你在12月31號之前 就應該可以有知道這麼一個情形發生 所以12月31號的壞障 你就要把體列出來了 所以你就要去調整12月31號 你所體列的壞障費用 好 就是當你是惡意倒閉的 如果是3月1號發生大火 這個大火發生的時候 12月31號 你會知道嗎? 如果你會知道你趕快叫他去投保 好 保險公司就要理賠 是不是? 所以不可能 今天還聽到一個新聞 就是跟我們特別的關係 好 那跟保險有點關係 那不是葉老師 教大還是心大的學生 不是中泰的學生就好 好 所以12月31號發生大火 我12月31號怎麼知道呢? 好 所以這個事件或這種現象 我在12月31號之前 是沒有辦法去察覺得到的 好 有人在提情況下 我這邊講完就好 好 所以像這種情形發生的時候 我12月31號不用做任何調整 但是 我在這個報表上面 要去揭露這麼一件事情 那發生壞障或發生呆障 要算在什麼 今年度 假設我在講上個年度 101年度的話 這樣聽懂嗎? 所以其後事項有些是要揭露 有些是要調整 如果事實存在12月31號之前 報導期間結束日之前就已經存在 你就要再調整 那如果無序 也就是在你的報表去揭露就可以了 那發生的事實 帳目處理就處理在當年度就可以了 那什麼事情你都不用去做什麼 就是說 譬如說像換CEO這種 像那個前幾年 不是同期把他的那個蘭琪總經理換掉 若是在年度報導期間 這個 暴露之前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他就要在他的報表上面結合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蘭琪跟他太太離婚他 太太要求他很高的善養 被他跟公司沒關係 你是不用做任何事物的 所以某些事情發生你要做 某些事情發生 你不要做 那這個就是期後事項 好啦 那我們就先 這一張我就算交代完了 好 剩下來的 所以第三張我就講完了 好 等一下 謝謝 熱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